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 心灯 赌诵者 心音 比较特殊的是心 心要有静 故曰心静 这才叫做因缘合合 按照为时的角度 身心的种子是在的 按照般若的角度却不在 它讲的是因缘合合 以为时的角度也讲得通 身心的种子虽然在 但若没有因缘条件 则不能现前 谁讲得彻底 无需争辩 重点在于你是否能用 生命的黑匣子 表面上好像有无数的种子 但以究竟意而言 也是缘起性空的现象 从现象来看 好像是有 但从根本意来讲 找不到一个东西 若没有生气的世界 你是生不起身心的 若没有恐惧的世界 你也不会生起恐惧的心 故 没有境界 心就生不起来 这是彼此的关系 佛法并非违心论 并非否认境界的存在 否则就没有境 一个开悟的人 也要扫地 很多人学佛 学得快疯掉了 学错了 理 事都不圆容 他说 应观法戒性 一切为心造 你去他家 他家乱七八糟 他说 哪来的乱七八糟 言回是圣人还是贤人 他何处不圆满 一单食 一瓢饮 便是不圆满 大富大贵 亦可以还是修行人 如为摩节 言回只可以称贤 不可以称圣 因为他事象不圆满 他只顾内心的修为 不注重外在的事象 庄子是圣还是贤 庄子亦不能称圣 老子才能够称圣 我们讲四大圣人 一则指老子 孔子 释迦牟尼佛和耶稣 一则指 释迦牟尼 苏格拉底 孔子 老子 庄子 庄子不称圣 因为他事象不圆满 一天到晚向人家借命 很多洒脱的人还是不够圆满 如果你有大智慧 你要顾及身边的人 不能一天到晚没有米 又很有骨气 这种骨气也是一种自卑心作祟 穷得要命 别人请他做官 被他拒绝 当然 他们还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只是他们不圆满 学佛法亦如此 不能只管心 而不管境界 学佛法 如果你用唯心论的角度 我可以抓住你的把柄 所谓小言隐于也 大言隐于事 如果你是个大修行人 你就要坐在红尘中修炼 事业 赚钱 不妨你修行 你不是大修行人 你才容易被境界考倒 迷惑 但是 你要创造境界 菩萨为什么要发愿 庄严佛土 佛净土 这就是境界 国度 百姓 人民都是境界 都要庄严 你是菩萨 你不能让境界乱七八糟 也不能穿得破破烂烂 经典中 菩萨们穿戴着珠宝 琉璃 这是代表境界圆满 前境若无心亦无 假设没有称心的境界 称心也会消失 假设没有贪的境界 贪心也会消失 所谓 此无 故彼无 罪福如唤起易灭 罪业是因为燕缘果报 但燕缘果报本身是缘起星空 这个现象终究不是永恒的 表面上 你过去造了很多罪 修了很多福 罪可以消 福也可以 想完再堕入人间 或直接堕入三恶道 因是患 果是患 什么是真呢 你这一辈子为谁辛苦 为谁忙 那个谁又是谁 那一天有个学生跟我讲 师父 你也应该为你的子女着想 为他们每人买一栋房子之后才出家 依师父你的才华 赚三栋房子应该没问题 我笑笑问他 你只有一个独生女 要不要为你女儿着想 他说 当然要啊 我说 你应该为你的女儿找一个好丈夫 可能比为她买一栋房子更重要 但是找得到吗 连你当妈妈的都找不到好人家 你有办法为你的女儿找好丈夫 没有正知正见的人 嫁给没有正知正见的人 当然不会幸福 如果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想到 你会苦不堪言 我们知道因是患 果是患 就应该彻底知道一切是患 世界 这是一个幻化问世界 世间人只知道这是一个花花世界 却不知道花花世界即是幻化世界 这个万花筒森罗万象 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文后思维 你有好好的展现吗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